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们合计的结果 指的是101年跟102年的几率多高 把它加起来就对了 所以相加的话就是实际上 就是把这个上个礼拜的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这个的几率 加上这个的几率 两个加起来的合计结果 那你打勾他当然 第一个会把相加的结果加过来 第二个也会把你的那个 万分之多少的几率也帮你加过来 那你只需要点两下 他就自动向下填满了 这样的很快的把合计加出来 但是呢我希望知道呢 这个合计的结果101年跟102年 它的几率哪一个最高 那最高的帮我排在前面 第一的排在后面 这个部分的话呢 实际上你 那不是要 当然比较 以前的做法可能是什么 你就利用资料里面有个排序 资料里面有个排序 那排序的话其实也可以排了 不过用排序的话很麻烦 怎么说呢 如果你用排序的话 你必须第一个 先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 这边不是有 按照什么 按照合计来排名 那排名的话呢 是由什么 由大到小 所以有没有 由最大到最小 顺序嘛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帮你把大的排到小的 那实际上你的号码这边 就知道说哪些号码是前七个了 那只是说我要排名的话 一般是这样 第一名 帮你排到最后一名的话 你就先输入1之后 然后向下填满的话呢 记得哦 如果你没有按Ctrl键 它会重复1嘛 可是如果你今天 你希望 一直帮它填下去 是123 你可以按Ctrl键 Ctrl键按住 有没有 旁边会多一个加号 表示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他会自动帮你加 1234567 有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怎样 把这个顺序呢 全部排完了 排名就出来了 不过呢 我觉得有个地方 因为我们原来是按照号码 排排序的 所以变成你 现在按照合计排序 变成那个顺序 乱掉了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你还需要什么 再按照什么呢 号码呢 重新再排序一遍 有没有 按照号码什么 最小排到最大 应该懂那逻辑吧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号码就排出来了 那排名也排出来了 应该可以看懂 这个逻辑啊 那这边的话 我主要是利用哪一个功能呢 利用资料里面的排序 把排名给做出来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用这个功能做啊 也是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有个缺点 就是怎么样 步骤太多了 你变成什么 你要先按照合计排序 然后把排名加上去 再把它按照号码排序排回来 至少要三个动作 可是如果像这边的话 理论上我们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这太麻烦了吧 一般的话呢 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用函数 哪一个函数呢 我们接下来 第二个方法 我把这个先把它 删掉 看说去不像一下 删掉之后的话 理论上的话 我们就是 插入函数里面呢 利用一个叫做 统计的函数 统计什么呢 哪一个最大 哪一个最小 里面有个叫 RANK R开头 所以你可以往下找 RANK.EQ 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主要目的就是帮你排序 排序的规则很简单 反正一个罗伯 可能按确定之后 它底下也有一些说明 总共呢 它会有问你三个问题 你把这三个问题告诉它 它就把答案告诉你了 那第一个问题 前面有个LUMBER 当然其实我觉得你们 最容易 这个 不了解的 可能就前面这个LUMBER 因为它不是中文的 它其实中文意思是说 请你告诉我 你要 比较的那个 你的资料在哪里 也就是你现在一号的 那个合计的资料在哪里 那我的合计资料在这里 所以我先给它 一号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REF REF实际上 英文的意思就是 REFERENCE 意思就是 参考的范围 那意思是说 那你要告诉我什么呢 你要告诉我 所有资料的范围在哪 所有合计 意思是说 你现在这个码 第二个是指的是 所有合计资料 所以告诉它说 从这个哦 一直Ctrl-Shift向下 意思就是什么 全部人的 全部号码的资料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指的是 你现在储存格 的资料 这个是指全部的资料 那因为呢 等一下我需要会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请你在那个什么 二列 第二列到43列前面加钱的话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那如果你没有锁住的话 它这个范围会跑掉 会变二会变三 三会变四 那这样范围就不对了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order指的是什么呢 它会说零或 省略表示 递减 递减嘛 意思就是说什么 你的核气里面呢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也就是说呢 你的核气结果越高的放上面 就一第一名 第二名 那当然我们基本上 刚好就是这个逻辑 零或省略 那刚好我们就省略算了 除非说你将来是 小的在上面 大的在下面 那当然你就输入一就可以了 零的话就是 递减 一的话就递真 OK 那应该可以理解 应该不难理解 所以说其实不用背 我觉得你们可能需要了解的 就是理解的就是这个 这个指的是什么 它的核气结果 这个指的是 它的所有的核气结果 所以底下的话 你可能要把这整个 悬起来 丢到这边来 order的话如果是零 零或省略的话 那就是递减 越来越少 一的话就递真 不过这边我们 刚好控下来好了 按个确定 好确定之后的话 也是一样 点两下 它就全部帮我排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验证一下 到底结果对还是不对 因为这个1 34 刚好看过 没错 它的最高 2的话呢 它这边是万分之606 再604 没错 602 也就越来越少的递减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主要 第二个方法 可以用 R-A-N-K 1-E-Q 它是放在统计类的 函数里面 所以有两种方法 也许 这个为主要 但如果你实在是做不出 这个RANK 可以EQ的话 你可以用刚刚我讲的第一个方法 我是用什么 用那个资料里面的排序 两种方法也许 你可以都可以试做看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第一个 先熟悉一下排序 排序功能 也还蛮重要的 因为在很多资料里面 通常还是会希望能够由大到小 或由小到大的排列 才知道哪些多哪些少 那可能可以先合计排序 把它把排名先做出来 再把它再排回来 好